從他的角度去把所有利益 不適合風機開發的因子都拉出來 比如說噪音的干擾下 我們應該要允許這個社區離風機多遠才是適當的 比如說視覺的干擾下 他應該要離社區多遠才是適合的 比如說為了長期的德國 比如說是觀光啊 或者是他們的自己連性的生活 所以某一些特別景觀的地方 我們不能放風機等等之類的 所有的這一些大家要的這些需求 全部都用科學方法去做一個圖繪 然後最後達到一個結論是 87%的double go do 風機 度域風機想都不用想 這些地方都不配方 那剩下的一些 那他再去做一些區分 還有一些進一步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到噪音或視覺的距離 這東西的彈性啊 我們怎麼看三公里嗎 還是三百公尺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相對的 再拉出第二個級距 第二個級距就是 放在這裡也許會開始有一點 雜音了 大家會開始有些不滿意了 那這可能就是 但是如果真的要敲的話 他後面還有三個級距 那最後一個就是 完全可歌可泣的 就是這個部分 完全你要放你就放 放在那裡沒有問題 那可以直接歌給你的 這有多少呢 然後就是他幫環境部門做的一個科學案子 能源部門聽到以後就整個崩潰 就說 蛤 我們全部播放你叫給我一點五個性 完全不夠啊 這樣我們綠能的需求不大 所以一開始